那么下面不可称之 这是转第六识 唯妙观察之 这个智慧观察不思议境界 这个境界就是一切法 我们凡夫没发现 把这一切法当真 他们发现了 这一切法如梦如幻 就像我们睡熟的时候做梦 不知道自己在做梦 把梦境当真 在梦境里面起烦恼也造诣 如果做梦的时候 忽然就误到 哎呀我这在做梦 那梦中境界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梦到在一个房间里面 墙壁搁了过不去 做梦啊假的 去去看 一走就走过去了 真的不是不是真的 那就是什么 你没有这个概念 他就能走过去 梦境发誓是近代人 在梦境讲义 这是他老人家最后的一本著作 他一生的著作 成功的著作 是万年 两样东西 那梦境经讲义 跟这个云球经讲义 这两样东西写得好 虽然没有大车大悟 接近大车大悟 其他的著作 不能跟他相比 原学金 讲义前面一篇序文 他说他一种事情 他在自己方丈式里面打作 突然想到一种事情 立刻要去办 他就放下腿子去 就走出去了 走出去之后 他忽然想到 我好像没有开门了 我就说出来 回头也看了 门关到他 在腿里面拴到 他就证明了 他心里头只想到 没有想到门 他就走出来 想到门 门不开 你就出不来 那墙壁也说 你想到墙壁 没想到就过去了 过去之后 那墙 确实的墙在 告诉我们这么一种事 那么他再就有念头了 再就进不去 要找人 他就把人里面打开 他就进不去 所以 一念的是无念 无杂念 没有七心动念 什么障碍都没有 七心动念就有障碍 分别制作严重的障碍 那么这是近代的人 距离我们不允 不到一百年 老和尚这些事情 让我们深信心 还虚映老和尚 年婆里的我们看到 老和尚的心情间 常在店中 他住毛棚 毛棚距离道场 走路要只有半个小时 他在道场 拉了一些吃的东西 生活必须 蔬菜都是自己 在毛棚旁边种一点 带回毛棚 也是过年的时候 半年后 拿了之后 天是黄昏了 但是还没有黑 他就回毛棚 他走得很慢 也都在定中 走到半路上 遇到寺庙里 两个出家人 大家都认识吗 哎呀老和尚 他就 天这么黑了 你怎么不打个灯啊 老和尚一听 天黑了 马上天全黑了 看不见了 他怎么回事 我刚才没觉得了 没觉得天黑 我看得清清楚楚 你这一说黑了 我都看不见了 他们两个打了灯笼 送他回去 没有人提醒 他永远住在这个 同一个境界里头 没有感觉的天黑 他看得很清楚 人家这一提 心里有个天黑了 就真的都黑了 那这一切发送心像是什么 念头多重要啊 没有人承识的 除非